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亚太商情 我是靳贤 带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焦点 在今天上午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4月的CPI数据 结果低于预期以及前值 有分析就认为短期之内中国是不具备高通胀的需求与环境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4月CPI同比上涨1.8% 低于预期的1.9% 不及前值2.1% 而中国4月PPI同比上涨3.4% 与预期持平 高于前值3.1% 对于4月CPI同比涨幅回落 国家统计局解读认为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6.1% 影响CPI下降约0.43个百分点 而分项来看 城市上涨1.8% 农村上涨1.7% 食品价格上涨0.7% 非食品价格上涨2.1% 消费品价格上涨1.3% 服务价格则上涨2.6%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国庆在解读中表示 据测算 在4月份1.8%的同比涨幅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3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 另外 受清明节和劳动节假期影响 飞机票 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也分别上涨9.4% 2.7%和1% 在本次数据公布之前 市场普遍预期 4月CPI将重返1时代 在此之前的第一季度 CPI同比涨幅也低于市场预期 根据中国国务院定下的调控目标 今年全年CPI预设为3%左右 而此前有分析就认为 中国总需求没有明显回升 货币供给增速明显回落 短期内不具备高通胀的需求与流动性环境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 涂国斌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您 你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4月份的降准 以及这个致幻MLF 那么就有很多的猜想认为说 接下来中国可能会持续的来进行降准了 那您怎么来看 其实中国如果要持续进行降准的话 概率大不大 空间大不大 您怎么看 两个方面 一个是概率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看法是 中国现在的红岸的格局呢 应该说是从全球性的一个框架去做这个分析 特别是如果说全球性的是 慢慢的把这个货币政策慢慢的正常化的时候呢 量快宽松的这个步伐是 逐步逐步的退市 然后缩表 然后加息步伐是往上走 比方说我自己个人说 美联储方面可能是每一年 每一个季度可能是有一变的这个加息 我觉得这个看法慢慢的成为市场里面的公司 可能在去年我说的时候还是不太认同的 我自己个人看法是这样子的这个环境 全球性的 对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体制 应该说实体经济方面应该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你需要维持一个均衡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完全是不跟谁的 这个是第一个角度 但是你说有没有需要 或者是从这个概率方面去想 我觉得现在做这个事情啊 包括刚才提到过统计局提出来的一些数据 说这个通降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数据里面呢 可能不是特别强劲的时候呢 可能反过来真的在市场里面 多加一点点流动性 让这个整体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增加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好 因为能够维持一个活力嘛 如果没有这活力的时候呢 这个通降运行没有搞上去 然后反过来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如果说这个通降搞不成的时候 是通缩的时候呢 当然没有人包括经济学家 包括政策的方面的人才 都不希望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说 从这个考虑方面 概率我相信是超过一半的 但是你说维持的这个强度是多久了 或者是力度多大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看当时候的 具体的这个数据出来 一步一步说 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实验表 我们已经有一个方向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有通降而不是通缩 我们希望高一点点的通降 反过来这个对现在只不过可能是 百分之一多一点点的这个通降数据来说呢 多一点流动性 你说这个MF这个情况 或者是在别的这个降准 相对于降准的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有效力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说 如果要继续降准的话 要看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是指的通胀的数据 还是指的什么数据 对 因为你说这个货币政策方面 基本上对中央银行来说 无论说很多 你在很多的工具 但是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最后的目标 不过是维持在这个货币的这个 汇率的稳定 然后有一个就是说 货币的这个量方面 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增长 然后这个物价方面可能是平稳的增长 这个是总的目标 如果你需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基本上你需要这个流通的货币 可能是保持在一个水平 然后你说在银行体系方面 在刚才提到过的这个MLF 这个体系方面 你需要做这个调整 我觉得现在调整 让这个市场保持一个活力 应该是非常稳当的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元 是持续的在走强了 那么现在这个美债收益率 也是突破了3% 现在就有一个说法了 认为它现在一系列的上涨 其实背后的原因 也是跟这个央行降准是有关系的 因为之前它这个存款准备金利率 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蝴蝶效应 所以您觉得说究竟这个央行的降准 是躺着也中枪呢 还要说真的跟它有关系 我们这样说吧 我觉得分析这个经济题目的时候 基本上从需求跟供给两个方面去想嘛 我们说这个美债整体的美国国债 他们有不同的买家 一个是肯定是中国啦 是最大的买家 如果说中国对这个方面的需求减小的时候呢 美债的这个价格是往下跌 然后他们这个收益率是往上走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是逻辑嘛 但是我们现在看出来的时候 不一定是中国单方面的去抛售这个美债方面 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从这个供给方面的 特别是美国自己本身也是需要从这个货币政策方面慢慢的正常化 在过去可能是不停做量化宽松 现在是把这个假期步伐提出 在这个方面去想 肯定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把这个财圈的回报率去提高 这个是没办法 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这个宏观不但是个别一个地方的这个宏观 是全球性的一个宏观的这个均衡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觉得不能单方面说 当然如果说真的中国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也是在抛售的时候呢 美债的这个这个收益率肯定是高奖了 但是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素之一 另外我们再来说现在这个美元因为持续的走高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兴国家的这些货币就开始崩盘了 不过在之前我们也听到说像这个土耳其的里拉 尤其是这个阿根廷的比锁 今年这个下跌了已经是超过了20%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 现在其实大家会觉得说阿根廷这个国家呢 其实对于IMF是最不喜欢的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当年这个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这个IMF所造成的 那如果说阿根廷挺不过去的话 尤其在这个货币方面 他最后真的崩盘的话 后果会怎样呢 其实对IMF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政府啊 对他的这个感觉是 也不是特别良好的 包括在97年98年的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韩国啊 你看别的不同的地方 他们也觉得要不是你IMF定出来一些非常严格 可能是过度严格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在我紧缩的时候反过来你需要我们财政的政策 不需要做扩张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逻辑方面是说不通的 但是因为IMF他们有这个能力提供什么一些方便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在当时候危机的时候 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嘛 现在也是一样 你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他们肯定是不喜欢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选择 没有办法的时候 只能做这个选择 但是我觉得你说美元方面的这个影响 肯定是有啊 我觉得因为美元作为在全球 它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分量 没有办法是对别的地方不影响 因为毕竟我们在市场里面 我们也是追求回报率嘛 在同一个风险底下 我们去想追求不同的回报率的时候 如果美国不停的在 把他们的这个利率往上提升的时候呢 别的地方特别包括这个信心市场 他们可能风险本身是比较高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你的风险已经那么高 但是别的地方没有那么高 但是回报率提高的时候呢 肯定是有影响 我相信这个麻烦的情况可能是刚开始 如果说对新市场 或者是你刚才提到过一些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 在未来几年 只要美国不停的把这个加息的步伐提速的时候呢 这个麻烦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更加明显 现在这个美元的升值 不光是说影响到了阿根廷 在之前我也提到有这个土耳其 包括在这个南非啊 中国啊 其实在货币上都会遇到一定的这个问题 包括接下来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刚才您也提到了 包括在这个融资方面 我们确实看到风险 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如果美元继续升值 这些国家能挺得过去吗 看他们自己的这个注化嘛 我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财政的能力 他们有没有创作这个财富的能力 我对中国是完全是有信心的 因为它有最大的这个创作这个创新 或者是创作财富的能力的时候呢 跟刚才你提到过 可能是阿根廷啊 或者是别的 很基本 很本级向的这个分别 当然在未来几年 如果因为在信息市场里面 不同的地方 他们有麻烦的时候 因为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把不同的地方再联系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风险可能美国本身 也是不太容易去看到 所以呢我相信 也不是个别一个地方的问题 如果真的麻烦是很大很大的时候呢 反过来是全球性马上去解决它 但是如果是个别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的这个 不同地方的中央银行 他们就说要不让他自己去搞吧 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这个可能性 包括你在9798年的时候 或者是2007 08年的时候呢 全球性的问题 反过来大家去一同去做这个努力 如果是个别一个地方 我们看过去十年啊 不同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麻烦的时候呢 可能真的挺不过去 但是对中国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疑问 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 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制的时候呢 应该说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美元还没有超过100的大关 如果一旦真正的超过100大关的话 对于全世界的国家来说 都是面临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所以可能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另外我们再来说关于这个日本方面 日本的这个黑田冬夜啊 一直都是表示说 日本现在要继续维持一个超宽松的状态 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来前行 那现在这个央行内部 其实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意见的 他们认为要尽早的退出这个超宽松的道路 甚至说有可能要加息 因为可能这个超宽松的道路 对于日本的经济来说终有一天 会对它的金融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性 您怎么来看这个日本方面 有没有必要来退出超宽松 他们有这个必要 但是最大的麻烦是 他们本级向可能是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说他们的实体经济能够像可能是20多年前的时候呢 反过来可能比较好 但是现在他们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在成熟的经济体系里面 最不乐观就是他们 尽管有不同的人 可能几年 每一个几年的周期里面 他们对他们股市 日本股市就有一点点兴趣 但是最后他们觉得还是没有那么想上那么好 我看现在的麻烦是全球性的 从金融海哨这个推出来以后呢 量化宽松退市缩表 然后日本还是做不了什么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的确是很麻烦 如果从中央银行的角度 他们是希望马上去把这个事情跟别的地方解轨 但是如果从他们实体经济的这个情况来说 他们没有这个空间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个会价 我觉得是不太乐观 特别是美国现在这个会价 从去年的弱势改变过来的时候 反过来 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可能是日本 好 谢谢马克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回来 感谢观看